好 这节目我们讲一下状态模式 状态模式在前端中不是说天天见嘛 不过也有一些特殊的场景 特别是业务场景的回应 而且我们也能举到一些比较经典的例子 所以说我们就集合着这些实例 我们来理解一下状态模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好 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一个对象有状态变化 这个很正常 对吧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举例的这个红绿灯 就是交通信号灯 有红灯 黄灯和绿灯 三个状态变化 这是一种例子 还有好多就是一个对象有状态变化 这个事不是很难理解 对吧 大家做的可能好多事情都会有状态变化 比如说我们最后场景中演示的那个收藏 我们很常见的这种APP上的 关注和收藏 这也是状态变化 对吧 就是收藏状态和未收藏状态 或者说关注状态 或者说没有关注的状态 对吧 这个很常见的 然后每次状态变化都会触发一个逻辑 这个是肯定的 要不然状态变化干嘛 对吧 状态变化肯定要触发一个逻辑 要不然它变了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然后这个逻辑呢 肯定不能是老是用FLS来控制 当然解决FLS的设计模式有很多 我们这儿只是说这个状态如果是很多的话 那肯定FLS会用的比较多 对吧 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控制 所以说我们就出来这种状态模式 第一个就是大家注意要点 状态模式对应的是状态的变化 以及状态比较多的时候 逻辑会变得复杂 所以说我们要用这个模式 就比如说我们的交通信号灯 交通信号灯 比如说现在是绿灯 大家可以走 然后变到黄灯就开始等了 对吧 变到红灯就不能通行了 然后等会又变成绿灯又可以走 这就是不同颜色就是不同状态 对吧 然后状态变化就会导致一些逻辑 比如说绿灯变成了黄灯 那导致一个逻辑就是这个路口不能再走了 要停一下 对吧 如果是黄灯变成红灯 那你再走就要扣分了 对吧 这是一种状态变化 以及状态变化之间的一个逻辑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一万类图 还有这个代码演示 好 根据我们的惯例呢 我们先把这个传统腰面的图给挂上 根据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习惯 大家看一下 这其实是两块 对吧 左边是一个context 右边是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值 上面是一个接口 下面是两个实现类 但是在js的使用习惯中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整体来出现 所以说我们就这么一简化 大家看一下 左侧就是个state state是状态的class 就是状态的类 它里面有color 这个地方我们要简单模拟一个红绿灯的变化 color就是颜色 对吧 然后handle就是状态被触发 因为这个state是一个类 对吧 类可以处理化成很多实例 比如说我们处理化成一个实例 color等于red 就是红灯 处理化成另外一个实例 color等于grun 就是绿灯 处理化成第三个实例 color等于ielo 就是黄灯 对吧 那这三个黄灯之间会有状态变化 然后我们也通过这个handle来触发 然后context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本体 就是一个比较抽象 比较虚拟的概念 大家可以理解为 就是通过这个本体呢 我们可以获取这个状态值 就是我们不直接去接触状态值 我们通过这个pintex来获取状态值 状态的获取呢 那肯定是通过这个state来获取的 所以说我们这也需要一个state的属性 那真正状态的值存储的位置 以及状态值的出发 我们是通过这个state来管理的 也就是说我们 如果逻辑比较简单 我们这两个完全可以合成一个 对吧 就是当然像大家 如果没有考虑设计模式 来写这个红灯灯的状态变化的时候 你可能会考虑不到把这个state 专门给它抽离出来 所以说这就是那个状态模式的一个设计初衷 就是我针对多个状态变化 以及状态变化的逻辑呢 我们通过一个单独把这个状态 抽象出来的这种方式来做 而不是说通过混在一块的一个if or else 或者说switch case来做 OK 那我们根据这个图呢 我们把这个代码给大家看一下 图标简单 把代码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去写classstate 还有classcontext 一个是本体一个是状态 对吧 state我们加一个构作函数 我们要穿一个color进来 对吧 然后把这个color给它做一个复值 handle了就是切换 切换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context给它传进去 因为context就是这个context的一个实例 此时呢 我们简单的写一个log 就是turn to this.colorlight 就是切换到什么颜色的灯 light 然后这儿比较重要 就是context的怎样 setstate 然后把这个this给它弄进去 就是context是这个的实例 对吧 它要切换state 把它this的一个东西 this就是当前这个stateclass的一个实例 对不对 这个地方可能是黄灯 可能是红灯 也可能是绿灯 是吧 它有它需要setstate 那我们这儿肯定是要 先给它弄一个setstate 是吧 那我们继续写这个context context的这个过渡函数里面呢 我们先给它属性里面 加一个state 给它先复制成n 然后肯定得需要一个getstate 对吧 getstate呢 我们就直接去return这个this state就可以了 对吧 它就是个获取嘛 那setstate setstate 我们这儿要传一个参数 对吧 然后我们就接收一个参数 比较简单 this state from state 好 这样就完了 这个呢 就是一个状态啊 状态 比如说红灯 绿灯 黄灯 对吧 那这儿呢 就是一个 我们可以叫主体啊 我们可以叫主体 也可以叫对象 也可以叫实例 主体这个地方它可以获取 当前状态 对吧 这个地方可以获取状态 那当然这儿可以设置状态 然后弄完之后呢 我们做一个测试啊 做一个测试 我们先生成一个context啊 就是一个主体 的一个实例 然后呢 我们再 生成一个绿灯 绿灯就是状态嘛 对吧 然后我们再生成一个 黄灯 然后我们再生成一个红灯 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三个状态了 对吧 三个状态之间 不同状态之间的切换 我们就可以怎么做呢 比如说现在 绿灯亮了 绿灯亮了 怎么办呢 我们就grun.handle 然后把这个context给传进去 完事之后 我们打印一下 这个context.getstate ok这样的话 它就会出来 打印出它的状态 对吧 打印出它的状态 然后我们直接去拷贝一下 我们把这拷贝一下 我们把其他两个呢 也都这么写上 这是绿灯 对吧 我们比如说 我们下一步是黄灯 黄灯呢 这就是yellow 然后下一步呢 是 红灯 红灯 这就是red 对吧 绿灯切换 然后黄灯切换 然后红灯切换 然后我们每次切换 都打印一下状态 这样完成之后呢 点一下保存 然后到控制台中 我们运行一下 npm run dv 大家看了个打印结果 turn to green light turn to yellow light turn to red light 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我们每次 切换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确实是 都打印出来了 是吧 然后我们在 每次切换完之后 我们要打印它的当前的状态 然后就你看 第一个打印出来的是 color等于古论 第二个打印出来的是 color等于古论 第二个打印出来的 对吧 第二个打印出来的 color等于red OK 这就是那个实例 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说 我们把状态单独抽象出来 然后把主体单独抽象出来 主体里面可以获取状态信息 对吧 单独 这个状态信息 是warma抽象出来的 这个class的一个实例 然后这个状态的切换 然后和这个状态的获取 是分开的 对吧 状态的切换 是状态的这个对象上的 状态的获取呢 是主体的这个对象上的 所以说逻辑上 就做了一个区分 做了一个分离 这就是状态模式的一个 最核心的一个点